红仲秋的体格状说是什么样的操练让它无法附和而提前结束了生命 在这个虚拟的这个演播室的现场呢 我们看到我们用这个动画还有电脑模拟了它可能遭受的一些对待 那么这些动作呢从动画看上看起来简单 但是一般人呢是无法附和更不要说你看 交互蹲跳四十几次 开合跳呢一百九十七次 那么这个做下来呢的确尤其天气这么热 很容易会导致中暑跟衰竭 也就是说超越了一般人所能够忍受的程度 这一整套残酷的操练总共算起来十个招式 根据了解这些个管理士陈嘉祥他的发明 一小时虐杀式操练让红仲秋混沌禁闭式 而这样操练的动作就是管理士陈嘉祥设计发明 跳跃行伏地挺身民众做不到时下就喊泪 接下来还得做散兵抄不断地跳得跳四分钟 不只这样还要加强行的伏地挺身 也就是新型伏地挺身 只做三个动作民众就汗流浃背直呼受不了 但这三个动作只是陈嘉祥的超人十招中 其中三招 红仲秋所遭遇的是一整套的残酷操演 深蹲跳跃53次弹跳伸展47次 散兵抄做四分钟还得做伏地挺身 仰卧抬腿开合跳加强行伏地挺身 这些动作一个小时内要做完 让人实在难以想象 陈嘉祥自创了整个决刀最后的就是这一招借花献活 记者实际体验发现不到一分钟 双腿就非常的酸痛 根本无法再维持姿势 接下来请当过病的民众来试试看 膝盖真的会受不了 这位先生动作相当标准 但同样的也无法撑到一分钟 陈嘉祥既然要求禁闭声 得维持这个动作长达11分钟 残酷的手段也难怪名嘴形容 简直是比做黑老还恐怖 中文新闻王岳芳林郑艳高雄报道